那各位您的畫面我再切過來一下囉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Windows有一些快速鍵倒是各位可以稍微了解 當然不用全部都記啦你有用到的再記就好了 那一般其實最常見的就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 這裡 這兩個 你如果有時候我們像在下面開的比較多視窗 那你要看到桌面 我們Windows7之後這個桌面 SP在這裡嘛 對不對 現在是換到右手邊這個 小小的一個 那如果你懶得找這個地方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這個加m 微軟的那個符號有沒有 加上m 有沒有一次把所有視窗最小化 好這樣也可以 所以 你可以去看看 你可以去看看 那 再來呢就是這個 我們常常 因為現在各位 以我們這邊來講 是不是也是寬螢幕的 像 我們這邊應該這個是24吋的 請問你寬螢幕都怎麼用 你會不會覺得寬螢幕覺得好像 好像太寬了 因為 你看網頁的時候其實 都沒有怎樣 都沒有全部撐滿嘛 大部分是不是都只有一部分 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留一部分就 空白 所以呢 在Windows內建 內建裡面 你看喔 你可以按下 Windows的按鍵 加上向左邊向右邊 Windows的按鍵 加上向左邊 有沒有指到另外一邊 向右邊 向左邊 有沒有 其實你一直按也可以啦 反正他會自己跳嘛 這樣是不是就一半一半 不過等一下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 一半 並不是最好的選擇 一半的話雖然可以比較文件啦 兩邊嘛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怎樣 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比較好用 為什麼 因為 當我的視窗如果這邊占三分之二的時候 你如果在那個 一般的就寬螢幕電腦 這樣子差不多是看網頁啦 看文件適合的 就是以前差不多4比3那個 比例 那麼剩下我們不是有右手邊還有多一點點嗎 對不對 那這裡你就可以放一些比如說你的代辦事項啦 還是MS 就是那個Skype Facebook 小的 我去做一些 有沒有 或者一些 其他的資訊放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比較善用空間 可是很抱歉 微軟只做一半 他都做事情都做一半就對了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但是至少這是那內建的功能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麼我們再 看一下囉 如果你要打開檔案總管 你都怎麼開 平常我們都是 我的電腦啦 對 或是開始那邊開始 但是呢 其實你可以加上這個 知道為什麼是E嗎 因為檔案總管的英文叫做什麼 你們都知道IEIE對不對 請問IE是哪兩個字的縮寫 大家都在等待 快出來了 哈哈哈 IE就是 這兩個字的縮寫 有沒有 那你 為什麼他叫 Internet Explorer 以前叫網際網路 瀏覽 瀏覽者 那麼瀏覽器 那因為 Explorer就是英文的檔案總管 所以他的快速鍵是E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了吧 對不對 Internet的只是因為加上 網際網路嘛 所以 檔案總管叫 所以如果你按下 這個 軌短按鍵加上 ABCD的E 檔案總管就可以打開了 這樣不是比較簡單嗎 對不對 不管你從哪裡按 至少都按兩次以上 可是快速鍵就是一次到位 所以有幾個小的 你可以稍微參考看看 你可能就會發現 確實有比較方便一點點 比較方便一點 最後呢 這個 搜尋應該就還好啦 那 那像我自己比較常 用到這一個 這裡 因為我們常常會有需要在什麼 就是要廣播要教學 那如果你是用Notebook的 我們要把那個 螢幕接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會有需要用到這個 那 可能 平常各位比較少用到他 比較少用到他 OK 那這個小的那個 分享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那麼 我們再往下看一點 事實上除了 我們的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還有一個地方有做改變的 就是在上面那 在上面這裡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從這邊進來 好假設我從這邊 好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現在新的是不是長得像這樣 跟以前不大一樣 但是這裡是不是可以點 對嗎 那 這些東西呢 都是他新的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我平常比較常用的是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 左右的 有沒有 尤其你 寬螢幕 比較大的時候 左右就很方便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要 檔案要拷貝來拷貝過去嘛 對不對 或者你要參考 我看一下這個看到 那 再加上什麼 你看 檔案總管做到現在就是沒有這個標籤 我們網頁是不是都有標籤的 Tab 對不對 但是他就沒有 那 這裡呢有兩個小軟體 你有興趣你可以找看看 在我的那個 雲端硬碟裡面有 一個是這個 我們剛剛 我比較常用的 Free Commander 這個都不用安裝的 那另外一個呢 叫做 Q Director 這個 這個也是類似的 因為當你的螢幕比較大之後你會希望說 比較方便 有沒有像這樣 甚至你可以這裡有不同的組合方法 對不對 那我再從這邊丟過來 從這邊丟過去 是就比較容易了 因為螢幕夠大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就千萬不要在手機上幹這種事情 手機這樣螢幕夠小了怎麼可能 有多的空間去讓你玩這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 像這樣子 會比較容易用一點 所以 你現在呢 有了 自己的 個人電腦的管理好了之後呢 我們會需要跟雲端接軌 那一般來講 你要跟雲端接軌最多的就是透過瀏覽器 對吧 當然 因為 瀏覽器 很多都需要帳號密碼 所以你要做好密碼管理 等一下我們會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密碼管理的一些 小技巧 好 好 這樣子呢 就來看一下 你如果準備好了 我們在這邊雲端同步的方法有幾種 你看這裡 一般比較常見的 Google的 服務 對不對 Google 雲端電碟 日曆 Gmail 那些都是 那另外 微軟現在也有SkyDriver 有沒有用過outlook.com 以前呢叫msn有沒有 Harmail Harmail 他現在把它整合起來叫outlook.com 那他的服務就跟Google一模一樣 微軟終於醒了 呵呵呵 你看他再不醒過來他就會倒下去了 只是他的沒有太多創新倒是真的 因為他的 服務內容只是把以前的你的行事力 你的郵件 加上雲端硬碟就是叫SkyDriver 把他整合在一起 就這樣而已 好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 另外呢像GeoBuds Evynote也是 最近蠻常見的 蠻常見的 那麼你在做遠端的時候呢 還有一個可以選擇的 叫TeamView 這個叫遠端救援或遠端會議 好遠端連線 各位有用過嗎 沒有 好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不好 好那 我想呢你可以先稍微試看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一個 跟這個 啊這裡還有一個忘記跟大家介紹的 剪貼部的加強 這個在我們那個 講新制圖的時候曾經介紹過 有印象嗎 有幾位同學可能之前有來的 那為什麼這個要 介紹一下 因為 我們常常在自己的電腦裡面有沒有常常剪貼 對不對 請問你有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部的 有什麼東西你會經過剪貼部 文字 網頁也是嘛 網頁文字啦 圖片啦 對不對 檔案 對吧 主要是這三種東西 那你會經過剪貼部 可是微軟的剪貼部好不好用呢 蠻遜的 蠻遜的 他指 對office比較好 可以多重剪貼嘛 但是office以外都是一次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call完了還要再用是不是就 不方便了 那所以呢 這個 剪貼部加強的 我們這個軟體也是放在這裡 各位 到這邊 我們今天有提到軟體都是放在這邊 在這邊連進來 連進來之後我都幫你整理分類 整理分類好 那隨時 有新版本我會盡量 就是把它更新上去 這裡有 這裡有兩個 版本啦 不過我比較喜歡它舊版本 新版本我是覺得比較 不是那麼好 那 另外下面有沒有Q-director 這裡也有 也有32元跟64元 這些都不用安裝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到底怎麼用 你看在這邊 您執行了之後在這邊 點一下左鍵 你看我剛剛 剛剛 剛剛 做的有沒有都在裡面 還有之前的 好所以我從這邊 我就可以怎麼樣 找到以前的 可是我來應該沒有做那麼多事情 所以這些是我在家裡做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剪貼部 它並不是怎麼樣 關機之後就沒有 下次開機還在 這樣有沒有比較方便 好所以我們在用就比較容易 那 你隨時呢 就可以隨時拿來用 那麼還有一個 如果你call的是網頁 比如說我在這邊call的是網頁 那麼 各位一定知道 我如果這樣call起來 會不會把網頁一些格式也帶進來 我們在Word裡面常會遇到這樣 或者簡報裡面 那 你只有一次的機會 可以選擇用純文字貼上 對不對 對不對 甚至有時候你貼進來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有那個選項 有些時候會遇到沒有那個選項 那怎麼辦 以前最常見的方法就是 打開純文字的那個 剪貼部 記事本貼進去 然後就 再拿出來 就變成純文字 但是你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呢 如果你要貼上的話呢 我們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 緊貼上純文字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 甚至你可以先把那個內容先編輯好 有沒有因為有些時候我貼進來的時候 可能內容 就是我複製的時候 裡面有些資料修正 對我先修正好 然後下次你每次貼都是正確的 我們以前的做法就是貼上來 然後 改好之後再copy份 然後 再貼吧 那 比較 不經濟划算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那 萬一這個資料是你常常都要用的 假設這個資料你常常都要 你可以告訴他 拜託 請你不要刪除 那下次他就一直留在上面 那預設的話呢 你可以都可以到這邊來 找一下 各位回去原則上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開機的時候就啟動這個程式 那他就自動幫你記錄 那 預設呢 應該是30次還是50次 最多到1024 應該是夠多了 應該平常不用記那麼多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剪貼簿就會變得比較好用 這樣大概了解了吧 所以這個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